我建議西計畫 就是臨時停車場在那邊弄成兩層 放開車有沒有 放開車 然後車子上去就變兩百台 但是我馬上回答你 那是錢的問題 我們要快 因為要再做這個 我現在就跟你說 抱歉 要快的話為什麼不直接把 廣司已經拆掉的建築物 直接拿來當停車場 為什麼還要... 沒有建築物的地方 已經拆掉了廣執博愛院的院區 為什麼那裡不能停車 那裡的面積比福德平 還要大上許多 為什麼不能優先停那裡 還要再等一兩個月 那... 為什麼... OK 你講好了嗎 這個會的問題是要拆請整個事情 這個會的問題 可是如果停車位可以解決的話 對啦 好 OK 那個沒有開放 開放下面嗎 待會不會的 因為大道里的里長 請你來跟我們講話一下 好不好 你到前面一下 等一下那個松樓你做玻璃 我要在這邊 好 你在這邊 可以可以可以 你幫你站中間 你幫不好意思 好 對不起 我是大道里里長 就這個方案 其實引起的蠻多的一個均衡 為什麼個人會這樣覺得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中間那一個基本上是有數學 所以保留下來 然後將來的時候 將來我們講將來 將來的時候 所謂綠地的部分 原本就是將來的開放 你們那邊 你們這一側也有 這一側也有 那它本身原本就是綠地 將來綠地使用 並不是說只有單獨這一邊 它四側 四側都有綠地 這是一個限定條件 所以說 在這個案子裡面 倒是我個人會覺得 蠻均衡的一個現象 當然 你說停車位100個 夠不夠 事實上 再增加500個 一樣不夠 那既然不夠的話 我們則寄託一件事情 將來興建好的時候 或在興建 它主體在興建的時候 我們要求它 一千個 一千兩百個 是那時候來爭取的 OK 那我比較有疑慮就是說 既然您是要保留 文資會他們說要保留 誰來管 誰來管 市政府啊 市政府 有聽到 市政府哪個單位管 市政府哪個單位管 抱歉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保留 OK 換句話說 沒有人來管理的時候 放著嗎 是我們的目的嗎 OK 好 那假設說也可以利用 既然現在要保留 以後也是想 以後也將來也是有可能保留 那為什麼 主管單位就進來嘛 你文資會進來嘛 社會就會進來啦 文資會 你說要保留 文資會進來嗎 好 文資會進來的話就有管理單位了 管理單位 那個 至少 四桌整理一下嘛 至少 當你們員工宿舍嘛 你看看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人管理 不要光沛在那一邊 好 這樣的話 時間上有困難嗎 還是 還是 我知道你的訴求 可以 所以說 好 我們做見證說 我會希望那一棟 好 你要保留 文資要保留 OK 沒問題 我希望有人來管 至少管管老鼠嘛 好不好 整理一下環境嘛 也不要保留在那一邊 老鼠上方到處跑 大家也都 住得不是很愉快嘛 好不好 以上 謝謝 但是我 這個我覺得 蠻平衡的 謝謝 謝謝